副里乡定期大会乡政总执询议程 分别是用肖民代表会的主席詹金副 还有副主席简明志来进行执询 两人对于台九线和社区路口号制登及 插路口反射镜的设置要求公所 要能够会同相关单位现刊改善 另外对于肖民代表们的建议提案执行率太低 这两位代表也高度执询 除了年底选举的议题 副主席简明志在40分钟的咨询时间中 对于肖代表们所提出包括设置反射镜等建设工程 执行率偏低 特别请乡长陈荣聪上咨询台备询 虽然相公所也强调 每项建议案都必须现场会刊评估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再者简明志也提出街区停车乱象 也期盼相公所能重视 除此之外针对了台九县与石牌村交接路口号制登 以及改善乡内亦造势路段的问题 主席詹金副则提出质询讨论 才不会发生伤亡的事实出来 今年也是伤亡死亡一人 我要请乡长说 你们常常在开那个道案汇报的时候 希望乡长可以把这个监狱 请他们那个警察来再视察一次 今天上午不理相待会乡镇总执行议程 分别由政府主席 詹金副简明志提出质询 两人尤其特别关注街区道路排水沟恶臭 建议全面重新设置 易劳永逸 以及乡内道路交通环境设施停车场等问题 请求乡公所主动出击提报单 汇报或者警分局公路局等单位机关来反映 建构复理乡一个安全的交通环境网络 记者是玉兰复理采访报道